人生是一個很長的旅程 但是無論路途有多遙遠 Will Odell Subaru 都會陪著你 上海青音樂團將於2011年7月2日至4日 歷領多倫多為家中建交41周年 繼海外華僑華人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 先上精彩的文藝演出 據主辦方家中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 藝術總監段聖亦女士介紹 上海青音樂團完成7月1日在上海舉辦的 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專場音樂會後 即刻恢復多倫多舉辦三場活動 7月2日下午1點 在多倫多 Nathan Phillips Square和本地其他 藝術家們一起舉辦慶祝加拿大 144周年國慶歌舞盛會 7月3日晚7點在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 和博昭劇院舉辦清歌運樂風國琴 上海青音樂團專場音樂會 7月4日晚7點在太古金王朝餐廳 舉辦多倫多華人藝術家中心歌藝會 與上海青音樂團連歡晚宴 這次我們和多倫多華人藝術家中心一起合作 邀請了上海青音樂團在7月2日、3日、4日來多倫多演出 我們挺高興的 因為這三場都有不同 兩場那場是我們借了菲利斯廣場 在City Hall門口有一個演出師 邀請了很多其他族裔的藝術家 一起來表演 慶祝加拿大144周年國慶 7月3日是青音樂樂團 在和博昭劇院進行專場演出 這個團一共來31個人 團長呢是蔡福康國家一級的演奏員 去年她在師伯會做音樂總監 今年帶團來演出 上海青音樂團成立於1986年3月 首任團長兼藝術總監 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朱馮博 現任團長是2010年出任上海師伯會 音樂總監的國家一級演奏員蔡福康 上海青音樂團享有盛喻 在創作演出方面卓有成效 先後推出中外影視名曲多媒體音樂會 世界經典青音樂作品音樂會 含包欲放的花外國民歌200首音樂會 共和國之戀國慶60周年大型音樂會 即我與世伯唱享2010青音樂會等 快智人口經典而時尚的歌聲樂曲 遍布黃河上下大江南北 從北江的黑河到海南的耶林 那無與倫比的配器手法 傾倒了無數中外之音 上海青音樂團曾於2010年4月 在溫哥華成功舉辦了 吟世伯慶家中建交40周年的 專場音樂會 反應熱烈 被譽為上海青音樂團倾倒大溫 這次上海青音樂團 將為多倫多的觀眾 帶來許多耳熟能詳 快智人口的青音樂 而且演員陣容很強大 如女生獨唱演員蕭瑞 是意大利西耶娜第五屆 國際聲樂比賽獲獎者 青青小姐是中國鄧麗君 歌曲大賽冠軍 男生獨唱演員羅宇 是全國系歌大賽金獎獲得者 這個樂團還帶來了 不常看到的電提琴三重奏 電提琴與樂隊的合奏等 將是多倫多音樂愛好者的姓氏 我們很高興 就是有這次上海青音樂團過來 來多倫多這邊訪問表演 那麼就是說 我們是跟段老師 一起來合伴 我今天因為李老師有事情 所以我來代表李老師 李治平老師過來這邊 來開記者招待會 總共的演出有三場 第三場是我們和段老師這邊 一起應該是在太古金王朝那邊 那麼就是說主要我們希望看一看 到時候希望雙方 我們歌藝會也有個表演 然後另外就是說 上海青音樂團也有些表演在這邊 那麼主要的歌藝會成立 大概有了差不多三年的時間 是有很多李老師以前的一些學生 那麼組織起來的 以前這個多倫多華人藝術中心的是 大概已經是有 應該是有二十來年的歷史了 差不多 也是李老師 當時和這個另外的朋友一起合伴 建立的這個多倫多華人藝術中心 那麼就是說很多 這邊的匯集了很多 就是說從國內來的藝術家 很多已經是以前也是很著名的藝術家 那麼主要的這個 這次我們跟段老師合辦這個 這次節目我們希望就是說 預祝這個上海青音樂團在多倫多 能夠演出成功 但是無論路頭有多遙遠 Willow Dell Subaru都會陪著你 大多故事是由Willow Dell Subaru特約贊助播出 飛擂莫屬交遊晚會 飛擂莫屬交遊晚會 日前在North York Civic Center舉辦 飛擂莫屬交遊晚會 飛擂莫屬是MG Live推出的2011年多倫多Live版 最新的民間交遊活動 我中國名叫余校園 我來自中國山東 非常榮幸大家會給我這個節目 希望中國在這個舞台上 能夠找到自己有人在那裡 謝謝 大家應該聽說過六度分隔理論 任何一個陌生人之間所間隔的人 不會超過六個媒介 也就是說我們身邊 或是地球的另一邊的 任何一個陌生人 都可以通過六個人或事物 相聯繫到一起 我們覺得這個活動辦的都挺好的 比上次還要更好 上次活動場地比較要小 然後設備沒有這麼齊全 上次大概只有200多人吧 不過因為是第一期 所以還不知道具體以後會 不過這次比上次更加好了 大概500人 就是5號 5號男嘉賓 5號男嘉賓 男嘉賓 2號男嘉賓 2號男嘉賓 余秀英 希望她加油吧 這次能夠在台上好好發揮 能夠成功 她有跟我說她參加了一個 叫《非女莫屬》的節目 然後就是她因為也是在加拿大一個人 擔心得滿久不容易 然後就非常感謝這個節目 能夠提供這樣一個機會 然後今天也希望她好好發揮 能夠加油 然後最好是能夠成功簽手一位女嘉賓 然後是做我的嫂子 主辦方表示 希望《非女莫屬》就是把所有多倫多華人聯繫到一起的那個媒體 讓每一個參與活動的男女嘉賓都能夠認識更多的朋友 說不定你還能找到生命中的另外一百 《非女莫屬》以獨特的互動方式 通過一鍵清心 信心相應 峰迴路轉 和《非女莫屬》這四個回合 讓參加活動的男女嘉賓 逐步加深對彼此的認識 最後能夠速配成功 我們還得到了 《非女莫屬》 在看完這段影片之後呢 給我們這個Varis做出一個選擇 我們倒數五秒 5 4 3 2 1 請亮燈 謝謝 謝謝 这边是吴展 这边是吴展 吴村的评议 那我们看一下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豆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大豆故事 是由乌鲁丝超级特约赞助播出 人生是一个很长的旅程 但是无论路途有多遥远 Willowdell Subaru的微博之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